新的蔡英文是在高雄 高雄大家都知道 是綠營的大本營 那么今天晚上人潮有多少 老实说实在是有够多的多 来我们来看不夕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 在今天晚上 致点赶了两场的造势晚会 稍早呢 他是到了屏宫的晚会现场 不过一结束呢 就立刻赶来的高雄这边 那么蔡英文呢 跟苏嘉全一上台的时候呢 就立刻将活动的现场气氛 带到了最高点 那么蔡英文也来向选民喊话 我们立刻听听蔡英文怎么说 参与重大的决策 政府的重大决策 也不透明 所以我们觉得说 我们国的建务 变成一人一党决策 变成小圈圈的决策 变成民主的倒退 大家说是不是 这么样的权力的总统 不尊重在野党 不尊重国会 不倾听人民的声音 所以三年哇四年 到了要连任的时候 感到这么样的困难 这么样的紧张 我们要问我们的老总统 如果他尊重国会尊重在野党 倾听人民的声音 他就不会选得这么辛苦 大家说是不是 所以我们是2012年 我们可以听到蔡英文表示 要在2012换了一个新总统 因为他痛批马政府 不但是让整个台湾的民主倒退 而且他认为马政府不尊重在野党 而且也不来听民意的声音 甚至也都不关心落势 因此蔡英文认为 2012一定要有一个新气象 那么其实在稍早的时候 蔡英文和苏嘉全 一来到现场的时候 由于现场挤爆了非常热情的选民 那么根据活动现场的人员表示 今天活动现场一共来了超过12万的民众 民众都非常的热情 通过画面上可以看到 蔡英文和苏嘉全从一进场 就被人群团团的包围起来 那么幸好有他的随护在一旁来保护我 不过光是从下车要来到台上这段时间 就一共走了超过了15分钟 因此可以看得出来 选民都非常的热情 也相当的支持 那么就希望这一次能够选出 全台湾第一位女总统 我想说马总统 只有可能要输掉这场大选 我们先看这个新闻 这是今天的中央设 说去年 就2011年 说过期平均报酬率 大家人都了多少 两下一 你如果投资100万 你就是输于1万 你如果是投资200万 你就是输了42万 还是平均有平均出来哦 每一位股市投资人是输54万 马总统有2万点 怎么会让我赔钱 郭忠祥 我可以给你捞一个大选 来来来 外国 稍等下来 四年前 台湾人有点记忆质败 四年前 那些准备好 那些管制庁 那些小伴供 经济总统设计师 那些卫山卫水卫成这样 四年后 他现在还做工工了 说蔡文文不准备好 说他准备好了 四年你把台湾弄成这样 你现在说 每人都没准备好 你过去人欺败 那些阿伯地址阿伯你怎么走到哪里 那个茶泥你怎么走到哪里 那个韓国人呢 那个说赤 没骗人 那个人走到哪里 那些人都没去 我不知道台湾人 你为什么不想想想四年前的事情 但是我刚才看过去 我就感动 自己是选举前的第三岸 你说 别说出来 因为我许候候选丁 狗狗已经替你 他不知 别说他们啦 我们如果没有选举 我们把全台湾弄 这四个人做的 也准备放下去 你看 判英文 台湾的男人 越浅越弱 越打越健康 你看马英雄 那个民已经哭过了 银带垂下来 你看他处后 准备那些民都没选举了 这种选举 我说不然他打到最后 还不知道什么人要打 我说啦 为什么没选举 这一句话啦 所以你看 刚才我跟我们说 今年大家要有多少万 今天联合报一板头条 你知道我股票 咱们去八个几点吗 他在说什么 说这一次来真的 小老師你靠學問 問你一下 什麼叫這次來真的 就是四年前跟你講假的 何鴻尹 兩萬點假的 六三三假的 準備好馬上好都假的 鴻尹什麼叫放養的孩子 這是來真的 選民覺得是真的嗎 鴻尹昨天做了一副什麼 外資已經覺得誰會贏了 所以要回來卡位了 那請問今天 今天漲幾點 八點 漲八點 昨天講來真的 今天給個八點 這八點是來真的 上次鴻尹我們不是討論過嗎 今晚會主委說 不是一日行情 鴻尹那一天開始衰 都哪一天少 這個政府來真的 跟你來硬的 這次來真的 大家注意看 四年前 在選舉的時候他怎麼說 他說 民進黨在做資料有夠賣的 經濟有夠賣的什麼有夠賣的 頻率差距有夠大 你怎麼怎麼玩他做得多好賣的 六三山上 解決那個開 四黨不敢說 他現在跟我們說 剛才我們一個24歲的工程師 軍人子弟 他怎麼說 他說很多這裡有問題 我可以跟大家報告 國民黨會怎麼跟你說 國民黨會跟你說 如果沒有九二共識就害了 所以要怎麼說 他們前四年前說的 到現在的理由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的感覺是說 我們剛才在念 很多什麼低收入補助什麼什麼 我說那個哈佛大學 比要的他還可以去申請 你沒有那個靈靈 你不要怎麼申請 但是我們這個社會 就是應該說 我們有靈力的人 我們知道屬非 我們知道屬性的人 我們要去申請 沒有辦法改變屬性的人 我們要替他改變屬性的人 所以我們這次要出的刀票 所以我們刀 刀的刀一票 這是要把我們旁邊附近 我們周遭鄰居 我們的親人 包括那個喜慎 妹妹 他們家的家庭的人 改變的那個屬性 憲報就最簡單的 民進黨在執政的時候 憲報索卡的人三十幾萬 馬總統執政後七八十萬 七八萬 健保被索卡的人 馬總統現在幫你解卡 沒有 又二十幾萬沒叫 又二十幾萬沒叫 所以是上座成說七十八萬 這個健保卡索卡 是馬總統造成的 所以我覺得很簡單 這幾年下來 我們的無薪價 我們的貧物差距 我們的房價 我們的周遭生活 大家只要扪心自問說 我們這四年來 生活有沒有過得比過去更好 來來來 陳偉 看一下喔 這聯合晚報 聯合晚報 一月九號 一月九號是兩天前嘛 勞工紓困貸款 歷年申貸案件 兩千控三年十萬九千件 兩千控信年七萬五千件 兩千控五年停辦 因為那一年啊 我不曉得發生什麼事 兩千控人年五萬七千件 兩千控信年十一萬件 所以這不是民進黨這件的嗎 對喔 兩千控八年 民燈水幣把五月把政權交出 十四萬兩千件 兩千控告你二十萬兩千件 兩千控漲你十五萬九千件 兩千控宅你十萬三千件 兩千零一十二年十六萬兩千件 不好意思 為什麼他的勞工紓困貸款 都比民進黨關折會一倍 這都有九號公司以後的啊 這都有九號公司以後的啊 準備好馬上好 結果都變成這樣啊 這三年多來啦 黃金十年 這三年多來 總統是誰在做 馬總統在做 國會上減四分之三 是國民黨減四分之三 現在跟台灣副成這樣啦 總要負責 當然馬總統要負責啊 不是 我們剛才說股票啦 要去買股票的 絕對不是中低收入戶啦 這代表什麼 不是只有中低收入在太高而已 馬鈴基徒在這幾年喔 我擔心還有另外一批人 是哪些 所謂淨貧窮啦 這極貧窮的啦 貧窮的啦 意思就是說 其實他是有收入的 剛才有說一個朋友說 一年賺百幾萬耶 百幾萬 他買房子買不去耶 其實我們在私立學校教授很清楚 如果兩個 一個北部 兩個女兒 子女 在私立學校賺錢的時候 就算有正常收入過六萬 他沒說 負擔就很重啦 所以事實上 整個台灣的中產階級都沒了 這個中產階級 電阻是這家 所謂的無薪假也好 聽他們說台灣的大環境變了要 最最重要的一倍量 所以不要只看到中低收入 現在收的苦 也要看到很多 還有很多 所謂有收入的人 有薪水所得人 現在收苦多重呢 現在你看看 一國的薪水沒超過兩萬 百多萬人 超過一百萬 對啊 沒有到三萬 三百五十幾萬 要三百六十萬 這些人就算有收入 在台灣現在 每一家都蓋起來 這個社會裡面 生活也很難過 所以每個人都要受苦 這樣 國民黨有大財團 每一個大富豪人都挺 不可以叫 這個人很可愛 這個人 他掛一個報告 這裡哪裡 這裡 復興南路 一段 兩百一十七項辦公室的外牆 標題有做 大老闆挺老鷹 小百姓挺小鷹 有超異 有超異 不好意思 自己花錢做布條 我跟你講 我覺得這就是 台灣偉大的力量 人敢玩 看不下去 彭宇 你剛才聯合環報統計的數字 今年有什麼 新清勞工紓困貸款 會這麼多人 馬英九不是跟我們講說 訓練景氣很好嗎 經濟成長率很好嗎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 這代表什麼 那個受理 有人賺到錢 就是大老闆挺老鷹 是 那這些借勞工紓困貸款呢 就是小老百姓 所以這十六萬人當然會挺小的 都很好啊 因為你叫勞工紓困貸款 都去買老師來師的啊 這麼好啊 十萬塊是要買老師來師一條鏈嗎 所以這十六萬人 這十六萬人會挺小的 那請問台灣有十六萬個大老闆嗎 我還是強調我的理論 大老闆一票 一般八成也是一票 馬英九做到人神共分到什麼程度 南方做善心 馬英九口中的大哥哥 他上次是挺馬英九的 對 他一定都是挺馬英九的 他今天在新新聞寫文章說 這次總統大選 為什麼我挺蔡英文不挺馬英九 他公開表態說他自己是創意的 對 他怎麼說 他說馬英九 四年前他對馬英九非常有期待 但是這四年他越來越失望 他說馬英九你用九里共是侵迫台灣人民 是不道德 而且不負責任的行為 他也跟大家台灣人說 中國已經準備好跟民進黨交流談判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不要被國民黨的安定牌恐嚇牌嚇到 說民進黨黨算 共產黨就中斷協商 南方做說 他根據他的了解他的管道透露 共產黨已經做好準備 要跟民進黨跟蔡英文來談判協商 這個馬英九口中的大哥哥 四年前是非常挺馬的 而且他文章一開始他就承認說 大家都知道我是泛藍的 他承認他是泛藍的 可是這一次為什麼支持蔡英文 這個跟我們剛剛讀的很多 說軍眷子弟 上次投馬英九這次要投出英文 是不是一樣的道理 許老師要補上 其實我覺得 一開始我們講安定牌 其實弘以安定牌是大老闆安定牌 對小老百姓安定牌是什麼 是恐嚇你 你如果沒九二共識 像南方說講 用這東西來恐嚇台灣人民 不夠耶 明天聽說有大老闆 簽個大老闆怎樣 登廣告來停九二共識 我剛才看到那個布條 我真的感觸很深 現在大老闆停老鷹 小老百姓停小鷹 想請問你簽個大老闆 還是千萬的小老百姓比較多 不要打安定牌 安定牌就是恐嚇 我們年輕的時候 我們小時候 男孩選書是要背的 要寫讀書心得 要講說這樣子談民主 談改革怎麼對社會多不好 弘以我要回來講說 為什麼南方說要寫這樣文章 公開講 指責馬英九你不道德 真的你要用九二共識 來打這個選戰嗎 你真的要把這些大老闆 用這些大老闆來恐嚇 弘以南方說這樣講 你看跟李童會講的一不一樣 這不是文功嗎 用大老闆來恐嚇 用九二共識來恐嚇 這不是文功嗎 是 好 來賓要再補充 不過我們等一下要先開放 給大家call in 來先休息進廣告